我们来解救公主了 我是穿绿色衣服,带小花花发卡的公主 我知道了,你是龙龙公主 我是海里有尾巴的公主 那你是美人鱼公主 我是有着兔子耳朵的公主 有着兔子耳朵的公主是谁呀 我知道了,是小五公主 回答正确,想要解救我们,就必须找回图片上我们丢失的东西 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去找 我要找的是龙龙公主的小花花发卡,会在哪里呢 小花花发卡,在我头上呢 找到了就可以拿走,你只有两次机会 我猜一号,坚韧雪,快掀开盖头吧 没有哦,小红军你猜错了 现在只剩下一次机会了 嘿嘿,龙龙公主的小花花发卡,在三号那里 小红军肯定猜不到的 拿不到小花花发卡,就没办法解救龙龙公主 我要好好想一想,到底选哪一个 嗯,哎呀,好难选啊,我随便选一个吧 我选三号盖头下,有小花花发卡 可恶,被猜对了 好,小花花发卡给你 把你们的尾巴都给我露出来,美人鱼公主的尾巴丢了 是你们谁拿的吗 不是我,我的尾巴是蓝色的 不是我,我的尾巴是绿色的 也不是我,我的尾巴是红色的 那你们知道哪里还有人鱼尾巴吗 新来了一条黄色玉井美人鱼,你可以去问问他 黄色玉井,你的尾巴是不是美人鱼公主的 糟了,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美人鱼公主的尾巴 不能让五六七拿走 当然不是,这是我自己的黄色尾巴 哼,我才不相信呢,就是你拿走的,拿来吧你 公主们,我们找到你们丢失的东西了,给你们 我们终于被解救出来了 公主小五,我们就先走了 别的公主都被解救出来了,比比东怎么还没有找到我的兔子耳朵呢 天呐,怎么会有两个兔子耳朵啊 到底哪个兔子耳朵才是小五公主的 我的不是,我的也不是 哎呀,这两个兔子耳朵看着好像啊,到底哪个才是啊 比比东,咱们都是出了名的导弹大王 你为什么要帮助小五找兔子耳朵啊,和我们一样捣乱都好了 才不是呢,我答应了小五帮他找兔子耳朵,就一定会帮他找的 答应别人的是一定要负责到底,这才是一个好孩子应该具备的 五六七,快帮我找回我自己吧 好,就是你的眉毛,就是你的嘴巴,就是你的眼睛,就是你的头发,好了吗 不对,这不是我的,你再好好找找 好吧,那就是你的嘴巴,就是你的眉毛,就是你的眼睛,就是你的头发 五六七,谢谢你帮我找回我的五官,还有我的衣服,你也要帮我找到,这样我才能变回我自己 放心吧,我一定会帮你的 好,就是你的衣服 不对,我的是红色的 我找到了,这个衣服是红色的 接下来就是鞋子了 快给我穿上鞋子吧 鞋子,我不知道你穿的什么鞋子啊,这里这么多鞋子,到底哪个是小五的 嗯,五六七你快点啊 知道了,一双鞋子是你的,那我就给你穿第一双 我找回我自己了,谢谢你五六七,可是熔熔也中了比比东的黑魔法,变成了人偶,你也帮帮熔熔吧 那熔熔人呢 熔熔还在比比东的城堡里,没有逃出来,五六七,你有办法救他吗 比比东为什么要这样做 比比东就是嫉妒我们比他漂亮,所以对我们用了相尸魔法 可恶,小五,你在这里等着,我一定把龙龙给你带回来 熔熔,比比东呢 比比东睡觉去了,五六七,你怎么来了 小五都跟我说了你们的事,我是来救你的,你快跟我走 好 熔熔,你回来了 小五,你最了解熔熔,你来帮熔熔找回自己,我有事先走了 五六七,谢谢你帮我们 我们开始吧,龙龙,这是你的眼睛,这是你的嘴巴,这是你的衣服和鞋子,最后是你的眉毛和头发 我也不要回来了,小五谢谢你 哼,比比东这个坏蛋,走,我们去告诉老师去 比比东,快帮我们找到鞋子吧 没问题 我的鞋子是长筒鞋 长筒鞋,长筒鞋,我找到了两双长筒鞋 可是哪一双才是熔熔的呢 对了,熔熔平时最喜欢绿色了,那这双绿色的肯定是熔熔的鞋子 我终于穿上鞋子走出来了,谢谢你比比东 不客气 比比东,接下来给我找吧,我的鞋子是平底鞋 居然有四双平底鞋,第二排的鞋子肯定不是五六七的 这一看就是女生的鞋子,那现在就剩下第一排的两双了 可是这两双鞋子长得差不多 哪里差不多了,明明一双大鞋子,一双小鞋子 那肯定大鞋子是五六七的 我觉得不是,因为五六七的脚可小了,我选那双小的蓝色鞋子 你确定吗,选错了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我也不知道选错了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就是觉得那双小的蓝鞋子是五六七的 好,我听你的,我给五六七穿这双蓝鞋子 呃,蓝色妖姬怎么是你呀 我是五六七啊,你们给我穿的是蓝色妖姬的鞋子 所以我就变成了蓝色妖姬的样子,这下可怎么办啊 蓉蓉,都怪你选错了 我,我也不是故意的 五六七,你别着急,我们现在就带你去找小花仙恢复原样 蓉蓉,比比,都五六七,你们不要走啊,我还没有穿上鞋子呢 小五,我来帮你穿鞋子 太好了,谢谢你三哥,我的鞋子是可爱的高跟鞋 嗯 可爱的高跟鞋 小五,我找到了绿色和黑色的高跟鞋 可是我的鞋子是粉色的啊,没有鞋子我就出不去了 到底是谁穿走了我的粉色高跟鞋 小五,你别着急 我现在就去给你找你的鞋子 眼镜老师的高跟鞋是黑色的 小精灵的是蓝色鞋子,都不是小五的鞋子 哎呀,找了这么久还没有找到小五的鞋子 唐三,你是在找小五的鞋子吗 是的,小精灵,你见过小五的鞋子吗 我刚刚还看见小金的脚上穿了一双粉色鞋子 跟小五的鞋子很像 你要不找小青问问 好的,我现在就去,谢谢你小精灵 小青,你脚上的鞋子是不是小五的 糟了,难道说唐三是来拿回小五的鞋子的 我不能承认,要不然我就只能穿回自己的丑鞋子了 当然不是啦 可是你脚上的鞋子看起来跟小五的鞋子好像 看起来很像的鞋子有很多,反正我的鞋子不是小五的 小青,我知道你喜欢这双粉色的鞋子,不过你不经过小五的同意就穿上,这样是不对的 而且,大家都不会喜欢说谎和乱拿别人东西的人的 你这样以后就没人和你做朋友了 呃,我不要没有朋友,三哥,我错了,我这就把鞋子还给小五,你还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当然愿意了,知错就改,就还是好孩子,我们大家都会做你的好朋友的 小朋友们,大家可千万不要和我学习啊,说谎和乱拿别人东西是不对的 呃,呃,呃